我妈脚踝骨折后,毅然来北京给我带娃 她一直说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我妈的脚踝是去年9月骨折在沈阳做了手术 可她还休息到今年3月,又来北京给我带娃 只因看了我家监控,孩子不爱吃饭 怕我忙得顾不上孩子,不放心我 今年4月,老妈脚踝钢板出现排异的感染 5月份我带她住院9天 书后,我妈说,我可把你坑坏了,耽误你不少事 出院后,我会每隔两天带她换药 每次换药,我嘴上告诉她没事 其实心里特担心伤口严重 每次缴费,她都要跟我争着付款,生怕我花钱 我把我妈的医保转到了北京 并且连续抢后,挂知名专家去治疗 当北京的医生终于接受我们9月份拆钢板 我的心终于落下来 我妈居然愧疚地说,我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可我想说,我有了孩子后,我给我父母添了多大麻烦 从孩子出生,我父母就从沈阳过来 成了北漂,一直给我带娃 我感觉我远嫁后,把父母的晚年都搭进去了 我爸当司机,我妈成了育儿嫂 平时,买超过200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给外孙买颗200块钱榴莲,说不贵 过年过生日,我妈给孩子的红包以2万为基准 我妈说,年轻人最难的时候 我们不忘一把,怎么安心去玩 只要你们努力进去,老人帮带娃那都是应该的 如今,我妈病了,需要我了,我怎能不全力以赴 其实,无论亲情还是友情,都是将心比心 而自私的父母只会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堂次儿女 但需要你时,又倡导百善孝为先 面对双标的老人,你能怎样 最终扮演个孝子,给别人看看罢了